交通部前部长郭瑶琪被控在台北车站招标案收贿全案定验 郭瑶琪也将入监服刑八年 在判决确定之后 郭瑶琪今天首度召开记者会强调清白 而律师团也呼吁民间力量响应 希望可以停止执行 我没有拿钱 我真的没有拿钱 面对镜头自自坚定 但被叫做铁娘子的交通部前部长郭瑶琪 不见往日霸气 眉头深锁 神色憔悴 被控收贿判处八年徒刑定验 高等法院也才是 最快过年之前就会执行 你是从基层公务人员出身 我对于法界或者是说我对于公务人员 基本上我是有情感的 只要说是他们自己种的 他自己生产的 我都会收 我都会收 我不矫情说我都不收东西 我都会收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查验是李仲贤告诉我 说是他亲戚自己种的 所以我才收下来 讲到激动处语气哽咽 还引述佛经 度一切苦恶 比喻心情 律师团表示案件有诸多疑点 法院却视而不见 像是关键物证两万元美金 检调搜索却是无功而返 污点证人李宗贤的证词也前后不一 何况先前一二审明明做出无罪判决 最后却是大翻盘 律师团质疑又是政治清算 我没有办法能够接受 一个李宗贤这样子的一个反护不定的证词 就可以来定一个人有罪 是不是对绿营的政治人物特别的严苛 当政府判林医师的时候 这个不是贪污的时候 老百姓在心里想这闹口令 就是把全国老百姓动这个检讨 倒过来这样 今天就是郭瑶琪说是贪污 他想这是在变成的棒 连医师柯文哲也到场 还奉执司法判决跟民间价值反其道而行 想抢救郭瑶琪 难得顾立雄柯文哲站在同一阵线 呼吁民间声援 不愿看到绿营的政治人物 在线劳狱之灾 优电TV 江海柯章 台北报道